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說一下我回購最多的產品 有什麼產品是用完之後會再回購的 我首先由回購次數最多的開始說 一定是這支KISS ME的眼線筆 其實我這支眼線筆是 我開始化妝的時候 即是中學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用 因為很多人推介過 其實它防水防油度是超級好的 而且它是不會溶妝得很厲害的 即是有時候我是擦眼的 才會掉了一點 或者下油水去溶都OK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它有兩個包裝 一個就是這樣 下面附身一點 然後上面是尖頭的 另一個就是筆形的 有什麼分別呢? 筆形的頭是小一點 和毛是硬一點的 是適合新手開始用的眼線筆 而且它可以畫出很幼很幼的眼線筆 另一個這個粗一點的眼線筆 它的頭髮毛是柔軟一點 而且是粗一點的 那些已經化開妝很純熟的人 我多數是用這個的 因為我眼線不會畫得很幼的 我可以很容易處理到眼線粗 又是怎樣的 怎樣畫 它的筆頭是這樣的 它是很幼的 很幼的毛 都很容易處理 但是如果 例如你畫眼線的時候 你畫了 或者粗了 你要馬上用棉花噴抹 如果不是 例如你過了幾十秒 這樣 眼線乾了 你就已經 要用卸妝水 或卸妝液 去 去 擦眼線的 因為它那個 很實色 而且它很長長的 非常之好 我已經買了第十支 一定有第十支 其實我差不多半年 就換一支眼線筆 就會用完 因為我差不多每天都用這個眼線筆 除非 有時候有些新的眼線筆 想試一下 就會用其他 這個真的很值得推介 都是港幣七八十元左右 另一個 就算說眉膏 眉膏 其實我有用 Etude House這個眉膏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 都是用這個眉膏 它這個眉膏 有什麼特別呢 它很 顏色很漂亮 它這條眼線的眼線高 有五種顏色 好像有六種顏色 我多數都是用最淺的兩種顏色 這個就是最淺的顏色 另一個 深色一點點是 自然 白色 因為現在我染了淺色的頭 所以我就用這個 再淺一點 它 價錢非常便宜 Etude House的產品 其實價錢非常便宜 如果你在韓國買 在香港買 比起在香港買 會便宜很多 有時它做折扣 會便宜一半都有 這個我買是二十多元 香港應該買三四十元左右 我猜 因為我沒有在香港 Entude House買的 我全部都在韓國買的 它的頭就很好 它是這樣的 而且它很容易處理 它的顏色又很漂亮 很實 今天我就不是用這個 我又用另一個牌子的 眼線膏 不是 眉膠 這個就很好 價錢又便宜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給你選擇 另一個 也是說 Etude House的產品 就是這個 胭脂 它有很多顏色 又是 Entude House的平價產品 我多數會買 Strawberry Choc 這顏色 二號色 它那個 粉也不錯 顏色很漂亮 很自然 不會一塊塊 或是很鮮 是偏自然的 這顏色 價錢二三十元左右 我就買到 其實超便宜 那我就用了三四個左右 就是已經買了三四個 買過三四個 因為它價錢真的很便宜 而且好用 帶出街有方便 另一個 就想說 Kate這個眉粉 其實我用眉粉 我只是用過Kate這個牌子 和另一個日本牌子的眉粉 Kate它真的很好 它有三種啡色給你選擇 淺至深的 還有它有一個眉掃 一個滑眉 一個闊少少的掃 我會用這個來做避影 它避影的顏色都很漂亮 而且它 眉粉的顏色很自然 我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這個 已經買了三四盒 帶出街方便 你補妝 或者想搭回避影都OK 它會很方便 香港莎莎那些 都可以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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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一百元 我忘記了多少錢 這個都是用了很多盒 超好用 另一個 就想說 先說這個 因為其他都是買過 差不多數量的 就是這個Sofina的Base 我用這個就是Long Keep Base UV 即是控油定妝 夏天經常要用那個 夏天已經用了兩支 其實超誇張 因為我每天都會用 每天都會用 每天都會 每天都會 夏天出油很厲害 又流汗 我會塗很多 這個 我也是在香港那些 沙沙那些買到 就 90 90元左右 我記得好像是 這個 Sofina的粉 全部都很好用 我冬天有用 保濕Base 夏天我就用 Long Keep Base 它也是超好用 我非常喜歡 這個Base 真的 你不用Base 和用了這個Base 分別很大 有時候 我沒有塗Base 就出了街 那天的妝容 真的會 溶化 或者化得更厲害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Base 另一個 就想說 Belina CC Cream 這個CC Cream 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它 有三十度防曬 約八幾元 算是便宜少少的CC Cream 也是質素好些的CC Cream 它的CC Cream 可以調色調到很自然 而且它做到一個很好的遮瑕 而且它不會很薄 很柔 很油 因為CC Cream 它多數是屬於偏透薄 亮一點的粉底 它這個就做到一個遮瑕 因為其實你看到我是偏多雀斑的 我上次去做SK-II那部機 就是Magic Ring 然後它說 我臉上有百多雀雀斑 都在底層上 超誇張 其實它這個做到遮瑕也很好 算是我唯一一兩支CC Cream 是讚的CC Cream 就是這樣 都是用了兩支左右 因為CC Cream 就用得比較久 另一個就是 HERA的CC Cream 它這個CC Cream 都做到遮瑕 但它只有35度防曬 它是另一號 Pink Beige的顏色 我覺得它跟Belina的CC Cream 有什麼分別呢? 兩支都做到一定的遮瑕作用 但HERA的CC Cream 的調色作用 和鐵伏度比Belina的更好 其他CC Cream 是薄到 好像 只是調了一點色 塗完 好像沒有塗 但這兩支都做到遮瑕的作用 所以我經常都會用這兩支 以及超讚這兩支 HERA的CC Cream 價錢比較貴 Belina的少許 HERA好像是R200 Belina的 也只有百多元左右 另一個就是 Beauty Cottage的碎粉 其實我經常都有拍片介紹這個碎粉 它是一個很控油定妝 非常好的碎粉 這個碎粉 是有15度防曬的 我買了1號色 接著12月我還會去泰國 所以我打算入定妝 因為我每天都會用這個碎粉定妝 就算我用其他碎粉 我一定會塗多一點碎粉 在T字位 因為它的控油 控油的情況非常好 我都算是一個多出油的人 這個碎粉 也不算貴 泰國買300多元 即約100元左右 即約110元以來 我記得好像是 這個碎粉就很好用 它是一個沒有色的碎粉 很透的白色 非常之好 另一個就是 3CE的Pure Silky Blum 就是香港俗稱的豬油膏 我已經用了兩個碎粉 因為其實這個可以用很久 它是一個很大的碎粉 我每天只會塗T字位 下巴我不塗的 或者塗少少在眼下面 這個面珠燈位 還有一個控油 還有修毛孔的作用 修毛孔是 你塗完之後 再塗粉底 你會看到那一層皮膚 是很滑的 非常之好 我也是在韓國買的 就沒有在香港買的 最後一個 我只是說十遍產品 最後一個就是 防曬 在Etude House買的 防曬有很多條線 它有防水 有普通的防曬 就是你化妝那些 這個就是專用化妝 新一點的 就是Natural Corrector 防曬有50度防曬 三個加 它這個防曬有什麼特別呢 你塗了上面 就是防曬 你塗完Base 然後再塗防曬 再塗粉底 但是這個防曬 它會做到一個 怎麼說呢 它會做到一個遮瑕的作用 它會有少少調色的作用 就是有時候你 下街買東西 你只想塗防曬 不想塗粉底 這支就可以幫到你了 它會有一個調色的作用 它的遮瑕就不會太好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個調色的作用 因為它叫做Natural Corrector 它塗出來是有少少粉色的粉底 但是它是防曬 所以這個非常好 價錢又便宜 我不用100元就買到一支了 還要這麼大一支 50克一支 可以用很久 很好 那我介紹的十樣回購 最多的產品就是這麼多 那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我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